参观、参观ée 明天应该到了 观察 久保龐日月里 為什麼帮我来拆我的房子 那我家我都沒有掌控錢 這90%人在掌控我 這是什麼道理 你的錢說我不要緊 我來幫你控制 台北市政府是整個去 接鋪以後劃定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當初都不會上電 上上 我們都不懂 結果是說 建議商來找我們 我們這裡要肯定 我們就告訴我們沒有 我們在上班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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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以為就 事情了解 好幾次他又來 叫他砍狗 砍狗 後來他變成老闆 他出面了 建設老闆 也要來就說我們不去 那後來這個 包括電話還有包括來找 總共有十二次我們有紀錄 都有紀錄 完了以後 空窗期 到一年半 都沒有消息 我們活得很快 沒有事 有一天接到通知單 台北市政府那個杜根處發寒 那樣的 說要給我們聽說 第三十六條 也記出三十六條 如果兩個人不提出 權益變換 就是要記出第三十六條 不要拆我的房子 我沒看到才緊張 一般的老闆心看到那個 你說什麼 以前如果電視要搬 那是衙門的東西 要來把你 處理你的家產 我們有這個事情 所以到處去陳情 台北市政府 都根處 內政部 營建署 你聽說 1999熱線 到處去 得到的回應是 依法行政 中間自己都在房間這些人 然後綁起來在哪裡 加加加 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個真的 我先看一下 這是完整的一個街闊 你看它站著這個位置 那是雲林路 旁邊那裡是那個前街 前街 旁邊那地方是後街 那是五項 一個完整的街闊 他不去這樣 如果要弄的話 是整個這樣子 他不敢去動它 這個過癮 他不敢去動 這個好像他都不見 他可以啊 這兩棟 他不要 我們不要見 怎麼不可以 這個 這一棟你看 這一棟也是 他原來是二棟 那一直蓋 蓋到片四樓 他不見可以 搞不懂 我們不見 怎麼 給我們畫進來 怎麼這樣子 這個年齡都已經 比我們久了啦 他可以把它弄開 我的房子只有 他才不到十七八年 那我的房子都已經整建了 這我的 整建好了 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顯得性 他畫到哪邊 他就是 他去做他的 我都沒有跟他說 要同意啊 他才不管你 反正他政府核損了以後 兩個基地裡面的 以後要蓋的房子的部分 到十五層樓的 全部都給我賣光了 他寄出你三十六樓要拆你房子 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你要去做全力變換 建商要去做全力變換 或者你提出來 你提出你的需求 我給他提出 我就不合見 不是這樣子 那三個孤教師啦 什麼 什麼 把你提前提好了 那個家裡給你提四樓 都給你提好了 什麼地下室 這些秦州也有 都給你弄好了 分配房子 我家的部分 分這三樓 一樓 十九平的 二十七平的 還有一個二十八平的 三樓 我們這民家分兩樓 分一個四十二平的 一個二十六平的 一個二十六平的 二十七平 四十六平 沒有關係 我家十九平的 他要再給我一百多萬的房子 這他們給我們的資料 就對了 那二十六平 二十四平要繳百多萬 叫繳三百多萬 他這 一個二十七平的 貼二百多萬 一百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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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繳錢就對了 都要加一加上千萬 就是他都把你弄好了 我說你第一品牌 你竟然跟我 跟我在做這個消防有問題 你要講第一品牌 他的廣告整個弄得很感性 就是有幾個詩 什麼東西 然後文靈老宅改建 都看起來好像是 你們家自己在改建 有沒有 不是啊 你 最老的就是這裡 如果說老宅 最老的就是這邊 文靈老宅 好像是說你們家自己在改建 有沒有 這裡在民國九十一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的時候有發生過大火 然後那時候曾經發生過 雲梯車進不來的 進不來 後來他們去追蹤 那些記者去追蹤到那個 蕭王吉去 就是那怕 他們怎麼講呢 啊那個 是我們不想開進去 其實那個 照片不是我照的 我沒有辦法照 是那個五樓的房子那個人 他剛好看到 因為他怕燒到他家去 你知道嗎 他從那個地方把他照了 他們也去啊 你連蕭王不當 那你不會 就塞不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根本不敢進來 都更出的時候 他就畫一個那個 營梯車的部分 放到 他會內收嘛 就放到這個裡面 他就送神 那消防局就給他核准 那我們在問他說 我們在每次 五次的開會的時候 在問這些都更出 我請教你們 他們怎麼把車子開進來 你跟我講 得不到回應 如果今天演練一下子 讓他開進來 再倒車回去 要怎麼當 角度那麼小 所以我的意思說 像這種東西 消防局真的要打誤 打誤說 法規裡面的規定 為什麼到現在 現在這種 這種那個 道路這樣子的一個寬度 他們怎麼去核准呢 人也疏失 就你應該要坦然 承認說是失誤 對 讓這些事物 就有一個心理上面的 一個一個 我這間廚房 到底會不會 以後在公共安全上面 會不會受難 那這一棟建出來是50米 它是15層樓 那你想一想 它選擇性都更以後 中間有一個大樓 底下都是矮房子 而且是完整的一個接闊 這個像樣的一個基地嗎 而且跟那個都更的精神 完全是背道而馳 都更出也沒有 我們跟他講 他也不理 他講 他們做書面審而已 沒有到現場的理由 包括消防局一樣 書面審 你們家剛才看你要怎麼說 是鐵溫島的財產 你給政府在算 完全他不會理會說 你現場的狀況是怎樣 你要來那個一米九 就走捷運旁邊 也是這樣小路一條 那一條是從那邊過去 也是差不多四米寬度的 衝到東山北路去 那個動線都不行 因為它沒有前板規劃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基地 剛才嚇下來說 你車子以後這樣走 有九十五個住戶 有九十三台車輛 還有那個機車 每一戶不知道幾部車 不知道 而且你注意 你看去照射那個平面道路 它不是禁止標誌說 這個是單行道 沒有嘛對不對 它是雙方線都可以通道的 後面那個地方 後接也是一樣的 所以所有的道路 都是這樣子通的 所以他們在騙 那個杜庚 杜庚有講 他們那個 叫你來配合辦理的時候 這個都要去做這個分析 完全都沒有做 打官司是針對什麼 針對 問題就是說 第一次第二次的公聽會 他沒有通知我 就是剛才你說的事情 公聽會應該要通知我嘛 對不對 他沒有通知我 他說他有 他是採發信主義 我們是告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法院就叫台北市政府 你下次叫建商補資料給我 所以從那邊才一直發覺 主機軟軟下就對了 這邊沒有五項的 他也寫沒有五項的 給你駕十四號的 啊再來是 那個 那個 火的上頭 大家都用打理的 啊我們在幫你用什麼 用那個 射 再來是 回來是 回來 那個 那個 大樓管理委員會的章 這個都法院拿出來的 在法院他們講說 我有記就好了 我沒有接到 這我的房子 這我的財產 所以現在官司的地方 還在打二神 已經二神 在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那個 律師已經通知說 又逼播了 又逼播了 他Google處的人 又說什麼 沒有啊 你們兩個人去講啊 哦 這怎麼講 你們兩個人去講啊 他們演什麼戲呢 啊我三十五分鐘 我再過來 他離開這個會議 他坐到旁邊去 你們自己去談 那十五分鐘 我再回來 所以他不表達任何歷程 對不對 對啊 你說這好這談啊 他來做希望的那個紀錄啊 就是說 啊你有已經來做幾次的談判了 以後都拿給媒體到 他也不會講講說 啊那個人家就不要 不要搬啊 看看你們改一改 都沒有辦法 沒有沒有他都不講 你聽他說 地常對調 我在這裡給你辯 有一天我搞不好 你也是被人家造的 對不對 你變成你的 拎到都中我不要嘛 我就是被人來造你了 對不對 我想說我現在也是在上班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變成 被人家講的丁子物 冤枉死了 很多都是這樣子 被刮到這個籤子裡面的